这只狗子被评选为2011年时代周刊 有史以来最英勇的动物 并且在纽约中央公园为它建立了雕塑 但奇怪的是 这个雕塑竟然不是以它为原型 这里面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它是这一生要强的狗子 为了防止狗子越狱 主人在围栏下埋下石头 但狗子就是不信息 挖一个不行那就两个 开始大家还很好奇 随着越挖越多 狗子们也渐渐感到无趣 这时一只狗子惊奇的发现 它竟然真的挖了出去 出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主人 并且一己之力扰乱了雪橇队 还顺便将主人带进了河里 看着这只不老实的小狗 主人不顾妻子的劝说 将它扔进了仓库 巡视几卷后 聪明的狗子发现 棚顶竟然有一处空隙 就是你了 狗子一点点从地面爬到上面 前面挡路的瓶瓶罐罐可遭了殃 到了横梁上 最后用力一顶 再次成功越狱 狗子跳下房顶 用来打扰主人的训练 男人一气之下 准备将它送走 虽然妻子不愿意 但男人还是将它 送给了遥远的朋友 为了防止它乱跑 女人将所有门窗全部关闭 狗子跑了几圈 终于停了下来 女人以为它终于跑累了 但万万没想到 狗子向后退了几步 随后一个冲刺 一头撞了出去 正在野外训练的主人 突然听到小狗叫 一抬头竟然又是这个小家伙 狗子下来后 主人发现它受伤了 原本想让它坐车回家 但它偏步 还一脸骄傲的 坐在了领头犬的位置 主人将它放在最后一排 旁边的大狗异常的凶害 小狗子瞬间变脸 都说舔狗舔狗 越舔越有 小家伙果然领悟了精髓 在回去的路上 主人惊奇的发现 作为一只未成年的狗子 竟然跑得比大狗还快 主人只能将它提到前面一排 这次主人发现 它不光跑得快 听到指令后 往往也是第一个有反应 直到回到家中 妻子抬头看到 小家伙已经跑到了 领头犬的位置 男人非常兴奋 像是发现了宝藏 男人为他取名多哥 在之后的几年中 他为主人赢得了 很多雪橇比赛 也让男人一跃成为 小镇最好的雪橇手 直到多哥12岁这年 小镇上爆发白猴 孩子们危在旦夕 而小镇的血清都已经过期 最近的血清 也需要跑1000多公里 男人刚从外面回来 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百年一遇的暴风雪 正要来临 现在他们唯一能指望的 只有雪橇犬 第二天清晨 男人准备出发 在告别妻子后 妻子来到多哥面前 他希望多哥能将男人安全带回来 来到镇上 男人像是英雄出征 挨家挨户都出来默默送别 为了镇上的50多名孩子 男人带领多哥冲进风雪 第一关就是一个超长的下坡 风雪中男人看不清道路 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多哥发现后立刻刹车 但惯性让多哥停不下来 男人立刻拿出钩子 想将雪橇停下 但一不小心 男人从雪橇上跌落 危机时刻 男人终于将雪橇停下 男人呼喊多哥向上跑 多哥稳住后 开始凭借一起之力 将乱成一团的狗群献上了 就算爪子磨出了血 但依旧没有停下 终于在多哥的带领下 狗子们爬了上来 而小镇上 镇长正在部署接力队 14只接力队应该能更快完成任务 但男人并不知情 男人妻子走进来后 告诉镇长 绕过这里需要145公里 而横穿海峡只需要32公里 他了解丈夫 他一定会横穿过去 也就是说镇长安排的激励队会跟他错过 果然如妻子所说 男人正带着多哥穿越结冰的海峡 穿过海峡后 男人已经跑了一天一夜 精疲力尽的他 站在雪橇上摇摇欲追 而正在休息的激励者 真的跟男人擦肩而过 当中发现时赶忙追赶男人 但风大雪大 疲惫的男人根本听不到这微弱的喊声 激励者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走远 突然激励者听到狗叫 再一抬头 男人奇迹般的回来了 为了尽快赶回去 男人决定继续横穿海峡 但这次 狗子们叫个不停 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巨大的裂痕就出现在他们身边 而肩方更是凶险万分 许多冰面都已经裂开 狗子们艰难的在上面前行 冰块在暗流的鼓动下 甚至能能倾斜45度 当狗子们奋力通过时 男人回头惊恐的发现 再晚一步 他们将会葬身冰海 在多哥的带领下 狗子们快速通过裂开的冰面 但这次雪橇却卡在了下面 男人呼喊多哥用力 在狗子们的不懈努力下 男人终于摆脱危险 很快他们接近岸边 但更大的挑战 在等待着他们 伏兵距离路面只有10米 但这却如同遇到红沟 摆在他们面前 男人并没有放弃 他将绳子固定在冰上 之后抱起多哥说道 说吧 男人将多哥独自扔到对岸 他竟然要让一只狗子 拖动几吨重的伏兵 绳子被多哥拉得笔直 但这对于一只狗子来说 实在太重了 男人不停地为多哥鼓劲 狗子们也狂吠不止 在多哥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下 冰面终于动了 男人赶忙解开绳子 让所有狗子一起行动 为了减轻负担 他也推着雪橇一起冲向对岸 他们成功了 男人夸赞着 你们都是好样的 来到驿站 女人却抱着多哥哭了出来 他说多哥就快要死了 这几天多哥体力消耗实在太大 第二天继续出发时 男人想让多哥休息一天 但每次将他放在雪橇上 他的义无反顾地跑到最前方 貌似那里才是他的位置 拗不过多哥的男人 只能让多哥如愿 行进不知多久后 男人的雪盲正反了 在零下四十度 气急大风的情况下 他只能将一切交给多哥 他告诉多哥 将他们带到下一个驿站 在能见度不到五米的情况下 狗子们艰难地行进着 男人因为劳累 一头扎在雪橇上 当男人再次醒来时 发现天色已暗 他们已经停下 男人来到前方 请求多哥再撑一下 不然他们都会死在这冰天雪地里 但多哥实在无力在睁开眼睛 就在这时 身后亮起一道光 原来多哥已经将他们带到了驿站 男人将多哥带进房间后 他便一觉睡了过去 这时接力队赶到 将雪橇拿走 当最后一棒赶到时 记者赶忙上前询问狗子的名字 并给其中一只 叫巴尔托的狗子拍了照 而真正的英雄 此刻和他的主人 正在驿站中 一周后他们回到家中 主人在这时终于绷不住了 他说都怪他 是他把多哥逼上了绝路 几天后 多哥能渐渐走动 男人也需要继续工作 当男人出门时 多哥瘸着一只腿 不停呼喊 狗群也因为多哥不在 变得躁动不安 就在他们出发后 多哥在窗边 发出无奈的叫声 突然他趁女主人不注意 快速打开门跑了出去 男人听到妻子的呼喊 赶忙停下雪橇 他看着多哥像个跑来的样子 像极了小时候那个导弹鬼 两年后 多哥离世 男人总会在恍惚间 看到他的身影 趴在一块大石头上 静静的看着他 男人总以为多哥 是为了雪橇而生 多年后他才明白 多哥其实一直都是为他而活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25年雪晶接力 共有20只雪橇队参加 19只队伍平均跑了50公里 而多哥一只队伍 就跑了425公里 2011年时代周刊 将多哥评选为 有史以来最英勇的动物 但雕像却是 跑最后一棒的巴尔托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触